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戶圖 是一個體積是100立方公分 密度是0.8的球體 均勻球體 若將細繩剪斷以後 摺金屬球的運動狀況為何 他還有問這個焦度 還有經過幾秒他會回到水面 重力焦度是10 這個高度的話 這深度是5米 我們先把他的焦度找出來 首先你把他剪斷以後的話 這物體塑膠有一定的浮力 還有那個重量 F等於MA 這浮力的話是等於排開水的重量 這等於ROV 水 這個是等於ROV VG 這個是等於ROV 所以A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這是ROV ROV分多少 這是RO水 減掉 這個RO 是ROV 乘以VG 這約掉 這個單位一樣 所以這算出來是沒有單位的 這個是ROV 這水的話是1 1減掉 0.8 除以0.8 乘以Z 這0.2 這0.2 除以0.8的話是4分之1 4分之1乘以Z Z它是10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2.5 2.5 這個單位是公尺每秒每秒 2.5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加乎度是2.5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A選項是對的 A選項是對的 上面看B選項 減斷 減斷經過1秒以後 達到水面 對不對 那我們用等加速運動 這S是5 等於 1分之1 A7平方 A是2.5 乘以T平方 5跟2.5的話 約掉 這是2 2乘過去 所以T平方 是等於4 也就是說T是等於2秒 2秒 2秒到達水面 所以B選項是錯的 他說1秒是錯的 上面看C選項 球體上升時 浮力水的壓力只見減少 浮力的話不會變 因為什麼 因為它體積沒有變 水的密度也沒有變 所以浮力不會減少 但是壓力會減少沒有錯 上下壓力都減少了 不過它壓力差沒有減少 壓力差沒有減少 所以浮力沒有減少 壓力是減少了 但是浮力沒有減少 所以C選項也是錯的 這樣看D選項 到達水面瞬間 球的速率是10對不對 那我用等加速運動 這個的話 墨速是等於初速 初速是0 加AT A的話是等於2.5 這是AT 加V0 V0等於0 這等於0 A的話是等於2.5 乘以2秒 所以應該是5 5公尺每秒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不對的 所以這一題 只有A選項是對的 其他都是錯的 1個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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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 2個